本期视频由饭到原创制作 回族人不吃猪肉 但是却有其他很多的特色牛羊肉小吃 每次到了回族人聚居地 都能看到这种特色美味的身影 那就是鸭板牛肉羊肉 每次有小贩推着卖鸭板羊肉的车过来 不一会儿就能看到车前围着一大群人 很快就抢购一空 这车是一车的车子 这种鸭板羊肉的做法 是将牛羊肉加卤料煮熟入味 然后小火焖煮 最后加重物用板子隔着鸭一天 这样做可以使肉更加入味 卤料的味道也更加香浓 压好的鸭板羊肉细看红白分明 积理清楚 宛容色彩分明的云霞一般层层叠叠 小贩卖鸭板羊肉考验的还有刀工 又切的薄如纸片片片分明才算上等 这样的羊肉经过层层卤料炖煮 早已没有了不好闻的羊山味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羊肉本身的味道 牛肉一时如此 一口咬下 肉香炖时充滞在嘴里 牛肉筋比筋道 口感很好 加上卤料的加持 味道很像酱牛肉 却因为鸭板的缘故 口感比酱牛肉更加的绵密扎实 除了鸭板牛羊肉之外 还有特色的羊肠 里面灌满了肉 口感也是筋道弹牙 想来和火锅搭配肯定不错 卖牛肉的大爷 每天都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来买的人很多 因为是特色小吃 所以也有好多人慕名而来购买 品尝过后都是赞不绝口